行内有一个很厉害的朋友 也是我的恩人 这个人是当年日子过得有多苦 就是老婆怀孕了 他是铺着席子在地上搞一个出租屋 叼了四年收加工费 04年的时候他存了十万块钱 他就靠着这十万块钱开始买料起家 05年的时候他就可以买车了 奇怪就是那个硬士来了 他买什么都涨 生意又好得不得了 他卖东西是一份料切除三份来 一喊价就卖了 别人都不还价 那第二届 他翻一个倍 别人也没还价 怎么会这样呢 他第三个就先放一段时间 后来再听说风声 这个东西一直在涨 就是他总是可以把生意做得特别好 现在他的高品质山水 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近 就是他对材料的独到的眼光 厉害到让你无法想象 他去工盘看料下手特别狠 他到了云南来买那些三材料 回去做创作 也非常狠 赶出家 因为他那个种水他一打灯他就知道我要怎么刁 才可以把那种最漂亮的感觉做起来 说话非常有魅力 走路像猴子一样 动动动的 就是感觉如果不跳起来 不足以成为他的 这种感觉 就是很有精神 很有魅力 很有灵感的一个人 零四年的时候我非常困难 那个时候我只认识他第一面嘛 跟他借钱 他就借给我 是一个真正的大恩人 嗯